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本期乡土无一般的描绘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乡土 本来目由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节目我们要跟着编导去参加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里的一个庙会 要说这不年不节的日子开的哪门子庙会 我们的编导也是听说这个庙会很奇特 不光有有趣的表演 当地人还要给泥塑梳头洗脸 一大早编导就应约来到了黎城县里的古城 这位大哥叫贾玉山 他要带编导一起去参加过两天的庙会 因为古城的集市每个月才举办一次 所以他约在这里见面 顺便带编导吃一顿当地的早餐 没想到早餐就要吃面条 看来这山西人爱吃面食还真不是吹的 放言望去 集市里的小吃都是以面食为主 这会儿不少摊位上已经坐满了客人 你看这面条 两头细中间粗 我尝一口 特别筋道 那个味道特别像这个面 滑滑的 还特别筋道 浇上这个鹿还真挺好吃 难怪有这么多人等着吃 大哥告诉编导 这种两头细中间粗的叫做梯尖 是当地人最爱吃的一种面食 他带我们来的这家面摊 在古城很有名气 别看老板岁数不大 但已经做了十几年的面了 据说 梯尖和一根面是他的拿手绝活 不光是好吃 看着也特过瘾 我看您手动作够快的 一下一下一下的 都看不清楚您的动作 您这个一下能就是拨多少呀 195根的吧 一分钟啊 对 195根 这个您算过这么精确 算过 算过 195根一分钟 那真的速度很快了 别说就拿一根筷子 一秒钟剔出三四根面 手上没点功夫 还真练不出来 吸引了不少观众的围观 瞧姐妹 这刚出摊没一会儿的功夫 锅里的面就一抢而空 这位在一地枯树根中 左看右看的大哥 就是甲鱼山的朋友苗奎宁 在古城里做根雕生意 这些枯树根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在苗师傅眼里 可是难得的宝贝 在他手里 只需经过简单的打磨和抛光 就能变成 令人意想不到的艺术品 这个你看这像个什么 这样像个八字 这个拿起来 看像什么 啊 这像蛇我看出来了 而且你看这个蛇头 有点像 有点像眼镜蛇 你看他生气了那样子 是不是 我觉得像是 像是一种马 马头 对 这是马的头 有的像小鹿 有的则像熊鹰 这让人不得不感叹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不过 贾大哥今天要来拿的东西 并不是这些漂亮的根雕 大哥 这两个小人 就是您钉的那个东西 对 钉的东西 有点像 就是天文跳那两个小娃娃 小狐娃娃 是吧 对 照着那个形象 对 好可爱啊 大哥告诉编导 要去参加妄想会 就需要准备一些礼物 这两个木头小孩 就是其中之一 一周前他就拜托 苗师傅帮忙雕刻 今天赶集会顺道过来取 你看这一对 金铜玉女 恭喜发财 是 这恭喜发财 大哥 您订这一对小孩 用多少钱啊 一千 整一千 整一千 整一千啊 编导本以为 妄想会与过节的庙会差不多 就是凑凑热闹 看看表演的 没想到 还要准备如此昂贵的礼物 难不成 这个妄想会上 还有什么重要的人物出现吗 去参加一场庙会 都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不齐尔的枯树根 能变成什么模样 种子 这有一群可爱的动物 好奇心强 鸵鸟蛋到底有多硬 又能怎么吃 欢迎收看本期乡土 不一般的庙会 甲鱼山家的家在石壁底村 距离县城有三十分钟路程 是个衣衫傍水 景色清秀的小山村 来到家里 大哥的妻子和两位婶婶 已经在院子里忙活着 你们这是已经开始准备做饭了吗 不是我们一直做的点心 点心啊 这是我们又带着 上了两个妄想会的 大姐说按照传统 去妄想会 必须要带点心 这点心是离城的特色美食 逢年过节 或是加油喜事 都少不了它 这两位婶婶 是村里的点心高手 大姐今天特地请她们过来帮忙 这么大个的点心编导还是头一次听说 而且怎么看都觉得 这就跟做馒头没什么区别啊 在点心上锅蒸之前 还要用棉线在面团上画上十字 不知道蒸好以后会是什么模样 因为点心个头大 所以蒸的时间比较长 大哥大姐也是一分钟不得闲 说要趁着这个功夫 去看看家里的小鸟们 你慢点啊 慢点 哇 好多鸵鸟啊 哇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鸵鸟呢 你养了一共多少只啊 这 这里有将近一百只大 鸵鸟 以前都是在动物园里能见到几只 可大哥居然在这小山村里养了这么多 这鸟是驱涅府的小鸟 这还是小鸟呢 这个鸟就是大概就是六个八个人 那大鸟得多高啊 大鸟大概两米七八八 哇 两米多 别看鸵鸟个头巨大 个个都有两百多斤的体重 但是它们的胆子却不大 第一次见到摄像机都吓得不敢靠近 不过 鸵鸟绝对是个好奇宝宝 熟悉了一会儿 就对我们的镜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它会不会咬啊 虽然鸵鸟长得很萌 但它的脖子和大腿都特别有劲 生起气来也很可怕 谁都不敢招惹它们 大姐 那个真厉害 您敢进这个里头啊 这是小鸟 它不登啊 小鸟不登 它还小不敢 要是下单的鸟不敢进去 那您捡这个羽毛干嘛呀 把这个鱼龙长送啊 把这个羽毛长啊 送进去就自这个羽龙服啦 羽龙背啦 你看它们全都在看着我 一个个身长了脖子 它们挺可爱的 对啊 你看你看身长了脖子干什么 干什么 它看得到你漂亮 它有动物 它看得到你漂亮 你真这么张嘴啊 它当一下疼我 不疼 你看看 还真的是 它没有牙 它没有牙子啊 这些鸵鸟都是夫妻俩 像对待自己的小孩一样 亲手喂养搭的 它们也与这些鸟儿有了感情 石碧里村因为坐落在山谷之中 即使是夏天天气也比较凉爽 村口的小河边 一年四季都长着各种野菜 这些就是鸵鸟喜欢的食物 贾大哥每天都要在这里 给鸵鸟准备食物 现在这个鸵鸟不错 大哥 咱们这个 哎呦 现在割的这个叫什么草呀 这个有河尘 有鬼滴苗 就这几种在河边长的这些草都可以是吧 对都可以 您一天要割几次呀 我一天要割两次 两次 一次割多少斤呀 一次割五半斤 五百斤 那就是两次您一天要割一千多斤的这个苗 对对对 哇 贾大哥告诉我们 以前他和妻子去外地打工 六年前回到村子里开始养鸵鸟 鸵鸟只吃青菜 非常好饲养 光是靠卖鸵鸟蛋和培育小鸟 一年就能挣个二三十万 生活富裕了不少 我们在这喂这个鸟 大姐叫我们小一点声 然后不让我们过去 说你看那边立着的那个 站在坑里的那只母鸟啊 要下蛋了是吧 对要下蛋了 那他一直不蹲下 他就站在那坑里是什么意思呀 他看一看那个酒位 有什么石头没有 翻下蛋了给我碰破碰破破 他先考察一下地形 对对对 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蛋了 出来了出来了 生出来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有两只母鸵鸟下了蛋 第一次目睹鸵鸟下蛋的过程 让编导很兴奋 大哥说去旺乡会之前 他们要把所有的蛋都捡回家 一来防止别的动物偷鸟蛋吃 二来通过人工浮化 小鸟的成活几率也会更大 捡鸵鸟蛋是个技术活 因为母鸵鸟不会让人接近他的蛋 所以只能用长长的杆 把蛋取出来 这个 还腐化了 看看 有多大 跟脸比一下 听大哥说 鸵鸟蛋是我们能见到的蛋之中最大的 壳也相当坚硬 能够承受一个人踩在上面 也不会碎掉 因为蛋壳坚硬厚实 可以作为非常好的保鲜容器 同时还能制作成漂亮的工艺品 回到家里 热腾腾的点心也已经要出锅了 还挺好看的 都已经打开了 这个花 沈子 这个点这个红的是什么意思呀 点这个红的就是 也好开 还有习气啊 就为了好看是吧 好看啊 其实这个应该就是馒头是不是 开花的大馒头 就是趁着这个点心吧 也叫点心 一看这花 你就好像开心 这个是吧 这去旺乡会 要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大哥拿出来一颗鸵鸟蛋 要让编导和婶婶们尝尝鲜 您怎么做呀 我计划把它打开 搞一个蒸一个 平时看到的都是鸡蛋 这么大个的鸵鸟蛋打开是什么样子 还真有点想象不出来 使点劲啊 刀刀刀 那快刀刀 好 咕咚咕咚跟果冻一样 可是滑上没下来呢 刀刀 一个鸵鸟蛋相当于二十几个鸡蛋的量 做上五六道菜肯定是没问题 听大哥说 鸵鸟蛋的营养价值很高 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 味道又好 因此很受老人和小孩的喜欢 其实就是炒葱花蛋的是吧 对葱花蛋 大哥做鸵鸟蛋的方法倒是和鸡蛋差不多 把蛋白中浓稠的部分盛出来做蛋羹 剩余的部分就拌上葱花在锅里炒 快吃啊 一会儿凉了 吃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 你看这浇上肉末以后 我这边想到它是这种肉 跟那个肉冻一样的 然后还弹弹的 你看 弹弹的 好吃了 您着急了 着急了 您尝尝 您先尝 哎呀我尝尝 沈子饿了 怎么样 好吃不 好吃 味道不错 味道不错 沈子一看就是饿了 不行我也得尝尝 我先尝尝这个 嗯 很嫩的这个蛋 好吃好吃 它那个蛋味很浓 味道还是不错的 嗯 我再尝尝这个 你看这个 果冻一样的 弹弹的 然后再加上肉末调味 嗯 不错 它很滑 好吃吧 好吃好吃 它很滑 很香很嫩 特别的滑 到真的有点像吃果冻 那种感觉 听大姐说 准备好的点心和礼物 都是要送给旺香会 小奶奶的 两线人们去参加旺香会 也都是要去看她的 这让编导对这个小奶奶 很好奇 不知道到底是何须人物 终于到了旺香会这一天 一大早 编导就和甲鱼山一家 赶往庙会 这旺香会举办的地方 在广治山上 是太行山的高峰之一 虽然地方远 但是也没有阻挡大家的热情 很多人都早早地就赶了过来 旺香会据说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每年的农历四月开始 要在这里举办三天 而今天是三天中最隆重的一天 不仅仅离城的人赶来参加 旁边的香园县 也会有不少人专程过来 所以显得格外热闹 此时仪式还没有正式开始 庙外面的戏台前 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在看表演 您瞧这几位大爷 看起来岁数可都不小了 打起拳 无起刀枪 还虎虎生风的霸气十足 博得了周围观众的振振喝彩 大爷你们太棒了 您今年有多大岁数啊 八十 八十啊 您打的这个是什么拳呀 大红拳 大红拳 八十啊 红胸拳个红 大爷家里五代人都练大红拳 尽管自己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 但一到过年过节 仍然带着家里的老老少少出去表演 年轻人已经很少学这门武术了 所以他们还要尽自己的力 让大家都能看到祖辈传下来的绝活 用大爷的话说 该上场的时候绝不含糊 这是习武之人的规矩 那您再给我们表演一个刚才您打的那个 再来一个耍的那个 打的 您看打谁 谁不是谁 打谁 这边大红拳刚刚结束 十几个带着争獰面具的人又上场了 听当地人讲这是黎城传统的表演艺术 凉鬼睡觉 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两个人还在地上滚了起来 您好 人呢 您好 人在下落 还是个阿姨 这是一个人演的是吧 这面具一掀开 把编导吓了一跳 原来这个表演都是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刚才是您在地上打滚了 对对对 累不累 累很累 您多大岁数了 我52了 52了 您演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演出有了六七年了 看几位叔叔阿姨都表演得很精彩 编导也想尝试一下 你走 爬下就可以了 这样是吗 我要一直接着 哦 顶四条 对 哈哈哈哈 我还要跪着 啊 哈哈哈哈 要怎么逮啊 哈哈哈哈 行啊 先回 后面跪下 哦 这个挺会往前的 这个是这个往前的手 这个手抖到底 直接来回摆动 自己摆动 乱起来 直接马上是这样 一个人在里面乱滚动 直接找就可以了 一个人在里面乱滚动 我刚才学的像不像 这个表演看起来轻松 实际上可一点都不简单 背上这套道具不仅沉 人是在里面什么都看不见 只能凭感觉和经验来表演 要想演的真实 有趣 还是需要高超的技艺才行 怎么样怎么样 难不难 太难了 下去就起不来 去参加一场庙会 都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不齐尔的枯树根能变成什么模样 种子 这有一群可爱的动物 好奇心强 鸵鸟蛋到底有多硬 又能怎么吃 人 人好好吃好好 我就是你 欢迎收看本期乡土 不一般的庙会 去参加一场庙会 都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不齐尔的枯树根能变成什么模样 种子 这有一群可爱的动物 好奇心强 鸵鸟蛋到底有多硬 又能怎么吃 人好好吃好好 我就是你 你这样的 欢迎收看本期乡土 不一般的庙会 庙会有趣 但是编导也没有忘记 小奶奶的事情 从当地人口中打听到 小奶奶就在庙里 正在为忘乡会做准备 那个 大姐 他们这个 现在在干嘛呀 在给娘娘 梳妆打扮的 小奶奶 在给小奶奶 我们当地是叫小奶奶 要梳妆打扮 我看就是 把以前旧的全都给 脱掉了 给你换娘家 带了新衣服 换新的 娘家是不是 对 原来人们口中的小奶奶 就是眼前的这个 泥素人 金色的面孔栩栩如生 看起来 倒是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 可这泥素人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能够让这么多人 专程来这里看她呢 我请问一下就是说 那个小奶奶的娘家人来了 哪位是 您是 那您是从哪来呀 香园北关 从香园北关村是吧 她叫我雪梅 她是个真人是吧 真名叫王雪梅 对 哦 这父辈们已经喘下来 喘是这种 哦 她跟您就本身有关系吗 她 往上是 准备关系了吧 只能说 哦 等于您 我觉得她是第49代的喘人 哦 您是她的后人是吧 后人对 没想到这小奶奶还确有气人 根据传说 她是香园一个王府家的女儿 因为爱上了黎城一位放羊的小伙子 于是偷偷来到广志山见心上人 没想到 还没有见到心上人就死在了这里 后来黎城香园的地的人们 有感于她对爱情的忠贞 就在这里给她诉了下 把这一天 当她和心上人结婚的日子 黎城跟香园就是这样讲嘛 到我一起就是不酸脑 到我又不烦呢 好好好 原来是因为这个小奶奶 她的这个故事 让两边的人就是变得很好 也得也得缺小 每年到这个时候 两地的百姓都会到这里 来看望小奶奶 给她带家乡的特产 还专门制作一些娃娃的玩偶 放在她的塑像前 代表着她子孙兴旺 到了中午 大家把小奶奶像 移到庙外的台子上 抬着她朝向香园的方向 希望她能看到自己的家乡 以解相思之情 小奶奶的这段爱情故事 一直在离城相远 两县百姓之间流传 反而成就了两个县城的一段姻缘 让两地人们之间越来越亲近 彼此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每天收看我们农业节目的朋友们 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您 记得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 摇TV 获得惊喜福利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手机客户端 也可以登陆央视网 查询浏览 欢迎广大观众和我们交流互动 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花季少女如何举行成人礼 参加选美比赛的姑娘 需要准备什么 为什么美姑遗族的婚礼 被称为没有新郎的婚礼 下期相途带您走进凉山遗族自治州 感受多采凉山的遗家风情